欢迎收看财经急诊室 我是记者黄采文 今天我们邀请到华信头顾邱鼎泰老师 来到节目当中 老师你好 采文你好 全国投资本大家好 美元带动国际资金流向雅股 新台币近期升值趋势明显 相信观众朋友都想知道说 新台币升值概念股 是否能够扮演多头指标呢 老师你怎么看 好我想最近台北股市的话 其实内容变化很大 投资朋友可能已经注意到了 那么就拿今天来讲 台北股市再度写下了27年 27年的新高 采文你知道吗 27年前我们看台股 跟现在看台股 很难想象居然是一样的 什么叫一样的 内容是一样 我记得我刚入股市的时候 看的就是新台币那时候 升值到28 27 从40 从1美元带台币40块台币 升值到27 28 当年台北股市来到 12000多点 那涨的都是内需类股 事实上历史是会重演的 那台币我们今天看到29.5了 就是在昨天升破了 今天当然因为美元稍微弹上 它稍微震荡一下 不过目前几个德意志 等等几个外资券商 都把台币看到28 我跟大家提到过说 外资来我们国内有两个原因 一个是主动型的 一个叫被动型 那主动型呢 就是来台北股市去做股票 被动型的就是因为 因为汇率升值 它一定要进来赚汇差 那进来做什么呢 意思买一下债券 等等 它不经常会投资在股票市场上 你要分辨清楚 所以最近这是标准的资金行情 可是大家不要忘了 台币的升值是比较有利于内需的 事实上连营建类股 事实上这个它各国都一样 你看最近中国大陆 去什么知道吗 去青岛啤酒 长一些酒类的 茅台 茅台的市值已经大过 大过这个红海的2.5倍了 那做酒的 也2.5倍了 那一样你看看那个中国大陆的地产 也是飙翻天了 也是飙翻天了 这是处于内需类股的 那我们再来看看美国气旋 这个冰封暴还在持续 很难想象那个华盛顿 那个地方那个体感温度可以零下70 怕死人了 所以解冻剂 还有呢 不要忘了 我跟大家讲 最快这个礼拜 最慢月底 川普的国情 这个两院报告这个国情 这个里面的演说就会提到 他要再启动这个所谓的基础建设 这一些包括天气很冷 北半球天气很冷 这个抗冻剂等等之类的 都会让船长更加的明显 所以呢 下半周开始 我上个礼拜已经跟大家提到过了 如果你有看我的LINE 8 都可以留意一下 那我们要跟大家讲说 这个礼拜在下半周会更加明显 资金都一大堆跑到 跑到这个原物料 你看今天3D感测 一堆跌了跟什么样 那原物料你的选股策略在哪里呢 来我们看一下我们这几档股票 第一个 你看这世纪钢 彩虹你看看 你多久没看这种股票 它十几块了 起到三十几块了 短短一个月不到 一个月不到 而一倍多了 一倍多了 这世纪钢 再来看下一档股票 台化 台化去年可以赚九块钱 实际上也不会比台积电差在哪里啦 你看台化 台硕四宝啊 在外置券上里面 跟投资人的心理念都是股啦 都扭一个都不太会动 你看长成这样 我们再看下一档股票 东年这抗动计 今天创破断新高 我们再看下一档 那么华夏 这个营收写下历史新高 12月跟去年整年都写下历史新高 我要跟大家讲就是说 观念就在这一些 大家要把握 下半周 你的电子股的资金 平概股这一块 12月营收都不好 那你要慢慢把资金转到 这个原物料相关的族群 那如果你自己还比较没有把握的话 你可以锁定我的LINE AT 提供给大家做一个参考 谢谢老师 接下来我们收看 一分钟看台股 好赶快把握这个时间 台北股市今天有一点过高拉回 事实上这是正常的现象 你也不用很惊慌 多头格局 不可能天天涨 我们经常你说没得每天你过年嘛 好那你要短信要注意 就是10711点 这一个位置是一个强势 因为它是之前的这个跳空缺口 没有跌破 你持续做多 都不用太担心 我认为要跌破也没那么容易啦 因为国际股市都还在涨 第二个呢 我们看到资金很快速的在轮动 那有些电子股啊 你利用反弹要卖 我们也强调过这个跟台币的升值啦 尤其你看平概股啊 那个3D感吃的 跌着 人家说落得明明貌嘛 你可不要做错方向 看错股票会赚了指数赔的价差 平概股逢高就卖 你不知道的话就赶快来电询问 或者看我的9800 好第三个呢 最好的股票落在哪里呢 前两天轮到钢铁 但这个还要继续再涨 那说话股你选二线原物料 有基本面 因为12月营收刚刚公布 还有注意哦 即将补涨的赵子类股 这些股票都是你锁定的标的 谢谢大家